记者陈文产高雄报道,市府农业局今年首选美农田辽区12处农地,发现海景制、大关旧等10种保育物种,推动绿色保育标章明年上路,渴望成为全国最多保育物种的农地,让产业结合生态,发展高雄特色农业。 农业局推动美农李山,吸引保育水质与野莲甜蜜食,打响水质野莲知名度,近来更挑选美农区11处农地,天辽区1处农地,总面积大约6公顷,发现10种保育类物种,推动绿色保育标章,透过友善耕作与生态共存。 由宜美农型农胡惠林通过有机认证,种植红龙果,有机彩色萝卜,天间发现保育白鼻青,猫头鹰等,圆梦圆自然生态,蔬果圆以自然农法,保育猛情大关旧,湿蟹猛出没,肖达龙友善跟作番茄,及地瓜,部分田区提供脑类气息,发现保育环境制等,令人责责称奇。 值得一提的是,美农龙度国小饮食农教育文明,全校师生合力耕作四分水稻田,从茶秧,除草,蛆鸟,收割等,让学童亲自夏天体验,更融入学校课程。 除了为学童午餐夹菜,寿命收入,自为学童碧履基金,校方去年成立股东会,吸引民众入股受欢迎,今年争取绿色保育标章,成为唯一的公布门单位。 农业局直升科长叶昆松表示,全国通过绿色保育标章总面积263公顷,发现保育类物总有36种。 种高市首推面积6公顷,将于明年6月上路,发现保育类物总达10种,凸显生态资源丰富,深具环境指标意义,未来将扩大到甲仙区,结合一日农夫活动,让农村与生态共存,达到自己自足生活。